磨 磨 磨 磨好磨 磨好磨啦 不要忘了要吃薄 調好六位 六位不對 要調好先 差不多切到了 反後退 有的時候 打工器是這個方向 就是這個方向 還差一點 六位調好了 然後開始 射黃切料 黃切料 黃切料的使用 先 放一個物料 然後點凍 一起點凍一起過來 看這個燈 有一個燈 會變黃色的 慢慢點過來 這個物料 加到這個物料的前頭的時候 它燈會亮 亮了 然後 按 物料前 位置 確定它 確定 然後它再輸一個 參數鍵器 太 輸了一個 參數鍵器 然後 繼續點凍 繼續點凍 讓那個 物料走過去 一直到這個燈 會滅 滅了 以後 按物料後位置 確定它 確定 物料前位置調好了以後 按 繼續點凍 繼續點凍 讓它這個燈 感應開關 這個燈 會滅 滅了 以後 按 物料後位置 確定 然後點過去 把物料點過去 放進 然後 把 螃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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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螃蟹開關 開了 然後啟動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你包 這個產品 要保護得精確一點 就輸入這個物差範圍 如果把它輸入是 5的話 它的物料精確準度更高 如果 如果你把這個物差範圍 輸入大一點 準確率就低一點 準確率就低一點 沒有啊 請問請問 請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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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 請問 請